那么它通过如果母乳通过那个喂 baby的话 那么它二鹅应会从母乳里面传到那个 baby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一个累积过程 不管是母亲还是baby 那么一定的含量超标或者超过危险的限度 那么它就有一个致癌的作用 或者引起内分泌系统失调 二鹅应是致癌物质存在于空气 泥土 水 海洋沉积物及食物 尤其奶类产品 肉 鱼及贝类 二鹅应分解的速度极慢 会集聚在动植物以及海洋生物体内 因此可能通过食物链累积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绍光近日表示 大补区校园验读试行计划可以为当局带来宝贵的经验 有助于制定未来禁毒政策的方向 以及如何有效的将验读计划推广到其他的地区 警方和海关已在北区的口岸加强执法行动 打击跨境贩毒活动 并向来往两地的青少年和家长宣传危害精神毒品的祸害 李绍光表示 政府率先在大补区推行试行计划 重点是针对校园毒品问题 并预期于12月正式开始 试行计划一方面可以巩固没有吸食毒品的同学 继续远离毒品的决心 另一方面 对于受毒品问题影响的学生 尤其是初期接触到毒品的同学 试行计划可以触发他们戒毒及寻求协助的动机 李绍光说 政府还将从社会动员 社区支持 康复和执法等方向 加大力度 打击青少年毒品问题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近日表示 现在距离东亚运动会开幕 只剩下不到一个半月 他对工作人员提出了三点希望 希望各单位发挥专业团队精神 扎实地完成各项筹备工作 曾德成表示 要高度重视香港运动会的意义 他说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 是香港历来第一次举办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 而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综合运动会 其意义远超于体育 曾德成称 香港的文明高校 是从各方面精心策划 用心工作得来的 举办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会 千头万续 有场地的管理 组织比赛 交通运输 医疗药检等 既要及早测试 统筹指挥系统 也要鼓励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人员都懂得团结协作 互相配合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24号在上海表示 中国自主研发的 ARJ21新支线飞机 已经获得了订单和异项订单 240架 这款飞机有望明年完成 首飞任务 投放市场 根据介绍 目前为止 中国商飞公司 获得的